我記得我上學第一堂是101的專案啟蒙 因為那時候在公司裡面是要推動專案管理的制度 那另外一個任務就是要教同事專案管理是什麼 是我剛考完P&P 所以我很自然就會用那一套來去教大家 那我發現效果非常的不好 他們會覺得你到底在講什麼高深的東西 都是一些名詞啊算式啊公事等等 那時候就覺得很好奇 因為這是我來台北之後的工作 之前我在高雄的時候 我在軟體業的時候也接觸過專案管理 那時候就定期在看就跟班的文章 那時候也很想上課 但因為在台北太遠了上不到 所以那時候來台北之後就會覺得說 那來上看看這兩位顧問的課好了 那時候對他們的影響是顧問 到底專案管理的啟蒙你們可以講到什麼樣的程度 那時候是抱著一個很好奇的態度來的 那來了之後 然後確實講的內容方法跟裡面的遊戲體驗 跟P&P那一套完全不一樣 所以上完之後就讓我回去修一下我對內教育訓練的方法 其實對我幫助蠻多 其實專案要抓住他的一些本質 而不是一些P&P都是一些名詞啦 對他名詞很不容易了解 但是本質掌握到的 大家就比較容易知道說專案管理在幹什麼 他其實講一個東西都會從本質開始講 不會一開始說專案管理定義就是什麼 然後跟你講步驟是什麼 這個太快了 他們會從他的專案管理解決什麼樣的問題 你可能會考慮到什麼樣的事 慢慢帶出來說原來專案管理是一套這樣的一個做事的方法 讓你從本質知道說他是什麼 不會一開始關於專案管理的意思給你 第一個當然就是裡面的一些觀念 其實我可以直接套用在內部的訓練裡面 第二個是後續我在教大教的時候 我都會去想說到底我要教這門課的本質是什麼 等於是說他們設計課程的方式 對我日後在自己設計對內的教育訓練影響很大